旅遊業放緩,五一黃金週假期 旅社和賓館的預訂率只有六成 業界估計五一之後會出現結業潮 胡亭慧報導 往年的五一黃金週,香港的酒店一早爆滿 不過今年的五一前夕仍然有空房 還要割價促銷 這間連鎖品牌酒店都要減價 三星級酒店更加不用300元人民幣 酒店減價,這一類的旅社賓館就首當其衝 五一黃金週的入住率只有六成 業界預計黃金週過後會有大概一成的賓館結業 很多行家是不想做的,無心經營 因為每個月都可能沒有錢賺甚至要蝕錢 你如果是有一個物業,你寧願下來做長租 都已經是可能比你做業落手落腳的經營會更加好 所以有些行家會選擇離場 他又表示,內地自由行的旅客減少 賓館的經營模式都要趨向年輕化 希望可以開拓新的客源 專業導遊總工會就表示 往年的五一黃金週之前的一個星期 本港的接待團已經滿團 預期今年的情況是歷年最差 我們都問了一些雇主,即一些旅行社的雇主 他們現在接的計劃裏面 都是減少了,或者稍微要他們放緩了一下 至於導遊就直接… 因為現在按去年,即按平時 我們現在的導遊全部都應該接了工作 但現在有很多人都在等,都沒有工作 他又指出,現時活躍導遊大概有1000人 但每日平均只有130團 很多導遊已經打算轉行 NOW TV記者胡亭惠報道